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尖前故后》 今天除了我之外 我终于回来才说 我没有回来两个星期 今天还请到家温 是的 介绍一下 我是Marco Marco 如果大家有看过网台 两年前的事 Marco其实很早时间 但是他是在另一个网台上 有做节目的 找巴士 他算是第一个声音节目的网台 找我们《尖马之声》上去 是的 我也记得是 两三年了 差不多三年前 很早期 两年左右 2008年到现在 是的 那时候我记得是很早期 今天为什么会找Marco上来呢 其实就是想说 因为他也是巴士迷 是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其实一个目的 目的就是想说一下 这期 这期 发生过的巴士事先 这期 这期有一样东西 上个星期都挺震撼的 哪一样呢 就是说有一宗新闻说 说要改善这个 空气 哪个空气质素 对不对 是的 那于是乎如何呢 于是乎我们的曾俊华司长 是的 这个在网上爆料 就说九巴 租用一架电动巴士 一架 一架 都一架 一架 一架这么大把 接着之后发生的事 就是 好了 他就试车 想着这么说 谁知道九巴的公关 就回答什么呢 不好意思 那架车 我们是跟别人共同现发 我们有份投资的 有份投资 都是一架这么大把 是的 Anyway那架车 就会怎么走呢 在财食思想的网誌里面 就是写说 在尖沙咀的葵涌 葵涌到尖沙咀的 但其实 事实上日干日白 平时如果平常的线 是不是有一条这样的线 大家很猜疑 其实呢 如果时光倒流 去70年代后期 就有一条类似的线 现在都有 就是什么呢 273A 273A sorry 273A 有人就怀疑 其实呢 吴传应该是 像是上水那些学校 273A 就看有人 撈亂了两个 好像当年看269C 296C 走的车子差不多 然后撈亂了 来说 因为时光倒流 70年代后期 的而且有一种巴士服务 叫豪华巴士 当时有一条叫236 236 好 就是由这个尖沙咀 去 梨木船 哦 不过这样吧 不要说那么多 那么远的事先 其实这只电动巴士 Marco你坐过吗 这只电动巴士 未 但是以我所知 不止我们本土 深圳都有 是的 没错 Marco说的 因为其实深圳 是刚刚过去大运会的期间 乘机引入了 就有两款很独特的车 一款就是二十步雙层的大巴 混能大巴 但是走了不够两个星期 就已经 自焚了 是的 就是有练功 是 那现在停止了 是的 但是另一款比较 现在在路面上走的 比较成功 稍为成功 就是比亚迪这只巴士 不如我其实就是上深圳 已经拍了一条片 预备了一条片 不如我们去看一条片 你再说吧 好啊 比亚迪K9电动巴士 早前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网词中 表示 九巴将会认为一款电动巴士行走 其实这款就是比亚迪K9电动巴士 在深圳市 因为大运会 我们已经有100部重管巴士 在路面上行走 早前我们也上去看过 也试错了 大家可以看到 画面里面 这部就是一部K9巴士的内部 刚刚我们就是想看他开车的情况 开了车 他只需要大概6秒 已经很快地爬升到40公里 每小时 甚至过多一会 12秒左右 已经可以爬到50公里 每小时 而这部车的架速是100公里 不过我们试车那天 最高都是走到60公里 因为它在市区路段里面 而这一款车呢 充满电后 可以走到155米 也就是250公里左右 比一般的电动巴士 这款K9 是把所有供电设施 放在车轴的队上 所以车尾就形成了一个 凹了进去的位置 不过有些人就说 那不是那么善用到的空间 这个设计也做就在电动车里面 少见一个轮椅的空间 和一个低地台的设计 方便到行动不太方便的朋友 甚至坐轮椅的朋友 都可以用到这一部巴士 不过要普及呢 还遇到很多问题 好像就是充电 我们看到这些画面 这些充电的地方 在香港可不可以提供到 这么大的范围呢 还有这些电动汽车使用的电池 都是含有些重金属的物料 有其他品牌都引入不同的电动汽车 到底这些电动汽车 用过的电池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电力要从哪里来呢 最重要就是这些所谓零排放的车 它们仍然是要用电 那大家都知道 电是需要透过燃煤 或者燃烧石油去产生的 甚至到 我们如果不用一个燃煤 燃烧石油 是需要用到核能的 那 是不是真正正的环保呢 还是只不过是一个污染转移呢 大家要真是很细心去思考一下 好 回来 乱看了 是啊 其实Marco 你有没有在香港 或者在内地坐过电动的巴士 其实没有 但是都知道一些消息 其实我也有留意一些巴探的消息 Jacky呢 有没有坐过 我很抱歉地 我没有什么的行程日志 做包教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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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会觉得 如果 刚才在片段里面 Leslie有拍到一部 双层的电动巴士 如果大家还记得 去年香港有一个电动车展 科学院那个 科学院的电动车展 我还很记得 那部双层电动巴士 我不记得是方东升 还是彭国署都去说 这部车 空车 上屯门公路大纜车 空车 只剩30公里 其实那天我是有去跟着拍摄的 因为RTV这边的身份 我是真的看 我坐着一部旅游巴 在他旁边 因为官方安排了一部旅游巴 反而不是给记者 试一下那些不同巴士 很搞笑 接着我们沿途地拍摄 接着 真的上到那段斜路的时候 我们坐着柴油巴士 那个旅游巴 是很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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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那些车就在后面 开始 最初是OK的 接着上下上下就慢了 好了 那个问题就是说 一辆巴士 空载 没有乘客 走那段路 都是只有这样的车速 满车是否足够呢 平时你讲大家坐的巴士 都是一些柴油车 现在叫做 好了 柴油车 叫做坐满了 一辆车坐连期 百多人左右 百一百二人左右 你上那段路 满载 每辆车满载 就得回大概是 可能大约三十凌四十公里 那段路 如果连空载 都是只有这样的车速 满载的时候 你估它怎样呢 满载的时候 可能只剩下十公里 甚至几公里 那样 真是这样 所以 就是你说 我又不会完全否定 说 电动车在香港 会否能够成功 因为始终 科技的发展 都会是 随着时间 可能会有变化 但是问题来了 一个很现实 刚才片段也有说 旧电会怎样 旧电 你说会废置 可能用完之后 我不知道这些电 会不会是环保电 还是怎样 有得循环再用 其实是理电 现在普遍来说 汽车电池 如果是说 看回它 譬如说 香港现在有几款的混能车 我说了名字 不怕 我们不受港管局规定 不怕 不怕 像丰田PIROS 这个 Alpha的Hybrid 它那个就是 属于 理电池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说 去到 但是它本身因为 电量的反应问题 如果你是去到 这么重型的车 其实可能会 我不肯定 因为我很坦白 我未见过 如果它用一些旧式电池的话 就是原版 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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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Nickel Nickel 和这个 叫做 隔 隔 隔开隔 但是金字 哪个叫做 Catium 这些全部 要怎么办 没有的 哇 这些是重金属 来的 不可以亂扔 不是污染泥土 污染食水 还有你本身 那个汽车 如果这一类的电池里面 如果你说 有些朋友 駕开车 经常要看电池水 看电池水 电池水本身 里面 这些是什么物质 酸性的物质 怎样指 但是如果吃了肚子 就更加 长川肚辣 因为那些是流酸 流酸 px值低于乙户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担心 甚至你现在说 汽车 我现在在用水电 我们所谓叫做的行业 水电 就不足够真的发动这辆车 因为这些电动巴士 如果你要这样放水电 整辆车的车厢都放在水电 但是问题好 现在它就算是用烤烤烤 这些电池也好 鋁电 但是问题大家都知道 等于我们手提电话鋁电 其实它的生活绩 是有限的 就算现在厂方 很多时候都在说 五年左右 它就会80% 只剩下那些水电 到时 这些电 一要换的时候 即是十年才要换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巴士的生活绩 大概是十七至十八年 就是大概如果这样算 这辆车是需要换 如果换两次 如果换两次电 就是一个寿命是三个电 如果这样算 就变成了 其实这些电池的处理 我们一定要搞得很小心 才可以抵消到它对环境的污染 没错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说 你本身车厂 可能设计出来的电池 的生活绩 可能大概五 大概十年 十年 十年 有一件事很需要去考虑 就是香港的道路环境 其实可能和深圳 和日本 甚至乎和欧洲的城市 是有一件事很不同的 因为我们要走冷气 深圳会接近些 好了 除了冷气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 有没有发觉 市区很多交通灯位 多的 就是整条尼敦道 可能那里已经有二十组 好了 问题来了 如果你厂方计算 那个电池的生活绩 但是香港因为你灯位多 停车开车 其实是产生了一个额外的电能消耗 会不会将电池的寿命 进一步缩短呢 这个我们真的都有一个存疑 甚至好像说 除了刚才在看那部电动巴士 我们看到它的资料 就说它可以走到 大概是二百六十公里 好了 我其实早前三四月左右 就上上海都看过车展 拿了一些资料回来 也都看到其他的巴士公司 一些制造商 都开始研究一些电动巴士 但是呢 大家刚才看到那个电池 会放在车车上面 可能有些人就会认为 可能车尾那里变成一个死角 可能会说怕影响到一个安全的问题 或者最主要就是美女门的安全 是啊 我觉得可能想得大了一点 因为有人就会说 那个位置是一个死角 然后呢 如果是这样呢 就会像现在我和Marco 坐在旁边 如果这边是巴士的车窗 那就是已经遮住了 有个黑影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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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縮回来 发生什么事呢 有个黑影飞过 可能是 不知道可能有些 卡住我 卡住我 哎呀 放进去的手 小姐小姐 可不可以拉出来 然后麻烦你 好啊 不过 先这样吧 但就算有一个录影系统也好 是啊 都已经 哎呀 時底了 不过我 其实呢 我又觉得这样的看法 其实就是等于最近 有些政团 要设立哪个女性专用车卡 要飞离人的飞魔 是不会因为那里有没有死角的 只不过是他要飞 去找一个方便下手的地方 是不关 不关那里 是本身的死角 会吸引人的飞 是两件事 搞清楚 所以女性车商是有问题的 不过这样 我也都除了 刚才大家说的电池摆位 其实如果不摆那里 可以怎么摆呢 我又有些照片给大家看 可以把照片看一看 现在呢 途中这一只巴士 也是一些电动巴士来的 就是我刚才手上拿着那张 单张那只 常龙的客车 那其实呢 有一个轮椅位 是的 他就是把电池放在地下 黄色这一排座位的下面 是的 大家看到现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他仍然可以提供到一个轮椅 停车位 但是不是很多款 这些电动车可以这样做 那变成了 甚至如果大家上广州去看 广州除了有电动巴士之外 更加多就是石油气的巴士 LPG 他这种摆位呢 就很常见 因为呢 地下呢 是摆石油气光的 这些另类燃料的巴士 很多时候就 甚至连一个轮椅位都没有 在广州和批 所以 为什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担心 其实 如果 我们真的说去做 这个 用这个电动巴士 而又要没有死角 那到底怎么摆呢 不过还有一款车 也可以留意 又去多张照片看看 等一下 这样子 这一只就是另一只电动车 它都是把车轮上面摆在旧电池 这只车它应该是卖去哪里呢 我记得 卖去西班牙的 西班牙 这只就是中大客车做的 都是低地台的车 但是 它这只电池 只有这么小的位置 其实足不足够呢 我真的有点怀疑 不过它这一件事 它就算做得好的 如果在电动车来说 那个车厂扣造 和一辆传统残油车 这一部车 是接近的 因为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 刚才说过 又有重金属处理的问题 重金属 其实有一件事 就是说 刚才Leslie提到 就是说电池的大小 也涉及到有一件事 就是说那辆车的续航能力 就是说它叉爆电 就是等于一般的街上 看到的柴油巴士 它入满一缸油 它可以足够走一天 如果计算的理程数 一般来说 大概400至600公里 视乎它走什么路线 但问题 电 怎样呢 厂方就说 刚才我们看过的那些 都是接近走到300公里 300公里 如果它是快充的 其实就半个钟 十分钟都有 它说 可以充到一定的电量 但是要全差 就要100% 大概要三至四个钟 三至四个钟 其实呢 现在在深圳 我们看到这么多 这只电动巴士在走 都设立了很多 一些充电的地方 但是问题 香港全那么尺头 巴士总站 这么小 要找地方去做这件事 再要因为这样 因为充电的时间 是内阁入油的 大家要记住 那变了 会不会是要用多了车呢 这个大家要自己心心 用多了车 就是大家要买多几架 车回来吧 那就是资产值 又要增加 政府又要增加 不过这样 说了这么久 那只BYD那只电车 大家知不知道 第一次曝光 叫做香港人 比较容易认识 是发生什么 在什么情况之下 有一个大人物 回到内地 就是这间比亚迪的厂 记不记得去年是北菲特 美国的北菲特 带了一位中国人 是中国的 那是深圳参观 原则上 还有原则上 那位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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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学雲领袖 是一 是的 那一件事 是很衰 但你说电动巴士 刚才提到的 电池够钟 摆位 摆位 或者是车厢空间 插电问题 有一件事 坦白说 很多所謂的環保人士 推崇電動車時 似乎刻意避開了 是甚麼呢 說的是 電話又不在 電腦要用電 關了嗎 電話亦都要用電 電腦要用電電話要用電 電要充電 充電的電從哪裏來 那裏來的 就是剛才幫他燒煤 發電 問題是 即是說現在香港的發電廠 燒甚麼是燒天然氣 燒煤 再不是大瓦灣核電 問題是 本身沒錯 巴士現在在用的柴油車 在馬路邊噴廢氣 其實電動車只不過說把廢氣的問題源頭 由一輛車 在路邊轉移了發電廠 轉移了發電廠 大家是忘記了這件事 所以其實不是全盤否定電動車 或者另類燃料 但是我們真的要想清楚 到底我們那個城市 能否拼得起這麼多用電 或者甚至一件事 大家例事講過 有甚麼冬瓜豆腐 即是災難性的事件之下 石油汽車都已經不是到處有 油已經出現了問題 如果用電的 原本你用柴油就可以 你不能把油倒進去 電 你不能把油倒進去 是不是真的適合戰略性考慮 甚至乎 在下一節之前可以去講 要去將一個舊的巴士 的廢氣問題去改善 其實還有方法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OK 好 回到第二節 怎樣呢 你剛才說 是吧 很多的議員朋友 經常都說 巴士夠了 廢氣問題嚴重 那要怎樣 換吧 給英國那邊的 是一間很巨規模的巴士公司 他們搬 大概四個月之前的一篇 新聞稿 給大家看看 這間就叫Stage Coach Stage Coach 是英國一間 其中一間最大的巴士公司集團 5月24日有一個新聞公告 就說會花費50萬英鎊 即是大約600萬港元 去將50架巴士 舊的 用了大約8年的巴士 是更換歐盟5期 EURO 5的引擎 就是用一年的時間 下面也有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Stage Coach UK Bus 就說了 有很多車 只是用了8至10年 都沒有用完的 就會將 由這個 EURO 3 歐盟3期的引擎 更換為歐盟5期的引擎 是減少25%的碳排放 好 其實證明了一件事 我們根本是不需要下乘的巴士 內拖 因為他真的會排放 廢氣的引擎 問題是說50萬英鎊 即是處理50部車 平均每部車大概是 10萬英鎊 1萬英鎊是多少錢 1萬英鎊剩下10多 11萬港銀 12萬港銀 好 問題是說 整個項目 來講的話 如果你計算一條數 一架全新的車 大概三百零四百萬 現在你說不會花費這個錢 其實大概四分一至三分一的錢 就已經解決了舊車的廢氣問題 何樂而不為呢 為何我們不去想一下 用這個方法 九巴也不是未試過 不過他不是因為排放的原因 而其實是早十年左右的時間 有一批現在快要劏了的熱狗 那批Dennis的熱狗 因為他用那副吉拿的引擎 就不夠力 那批EUO1 因為他要刻意安排那款車 去跑什麼地方的線 去跑寶林道 寶林道 甚至乎更加早的時間 九巴在做一個創舉 是要將雙層巴士開上大帽山頂 不要說到那麼遠 只是說那批車 是因為引擎的馬力不足夠 然後他整批車是二十幾三十台車 都是這樣換了回到公司的引擎 我記得那批公司好像不是EU1 都不去考究 那批也不是EU1 都不去考究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用三分一的成本 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嚇一下巴士 這輛車都還沒用完 就跟著拿去湯 就算對面海 我們的巴士 很多時候 大家都看到 由中巴買過來的新巴 結果他都是由三二位換做二加二位 其實都好像一輛新車一樣 我沒有 為什麼一定要整輛車扔掉 沒有需要的 還要製造這個 金屬肺 重金屬 固體垃圾 垃圾 其實那件事是不環保 我們說得遠了一點 再回來了 今天都要講一講一件事 有關尖碼的事 因為 慘了 這次真是慘了 第三次漢獻 有沒有什麼工程印象中 可以漢幾次獻都做不成的 印象中 沒有 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這些東西 因為不知道 我第一次聽到就是 剛剛這個尖碼那個 是這樣的 不如去張照片一邊說 看著我們這個 沒什麼好看的 其實 這次第三次刊獻 剛剛昨天進行了一個刊獻的程序 就是梳士巴黎到迴旋處 他又再刊獻 綠色這個位置是迴旋處 不如這樣 我們慢慢去講 其實大家現在看到這張圖 其實就是 這次刊獻裡面的其中一部分 是 到底什麼來的呢 其實現在大家眼前看到 大家如果有跟開我們尖碼之聲這個行動 都知道 政府頭兩次的行見 就是要在巴士總站 現在尖碼巴士總站在廣東道那裏 就要做個迴旋處 那就是大家現在看到 那就是大家看到在黃色 剛剛Jacky圈的部分 就是以右手邊 是 那就是要做一個迴旋處 但是經過兩次刊獻之後 都是做不成 因為實在太多人反對 第一次就五千個人 第二次就萬三個人 結果呢 政府最近呢 就是再刊獻 那就是 好了 大家如果有看報紙 應該也都知道 政府 在這件事上面 已經叫做 不再堅持要整個巴士總站 剷走 那就是留意六成 和四成的比例 那問題呢 現在之前的 09年6月 和10年的 10月 兩次刊獻 主要就是這個 紅色這個範圍 去做迴旋處的工程 那 而今次 我們 都很幸運 有這麼多市民支持 好了 今次第三次 其實呢 政府在六月 六月份呢 已經透過油尖王區議會 將今次這個方案 即是說 黃色圈這個部分的方案 其實就公佈了出來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圖則 它今次 費了這麼多的 好了 這裏我們看到 一條條 這些粉紅色一點點 這些就是現在 原有的巴士站的月台 這個範圍呢 就是那個噴水池和的士站 是的那個範圍 好了 問題來了 到底 現在 它就說要留起啡色這個部分 即是60% 這裏 60% 的面積呢 就是拿來做露天廣場 那外面呢 粉藍色這個部分呢 就會拿來做巴士站 那這裏呢 這裏呢 這裏呢 這裏這三個 三條粉紅色 深一點點粉紅色的三個呢 就是用來做巴士站和的士站的月台 的士站的月台 到了 好 很不方便 唉呀 先回過去 好了 那個問題來了 還有一樣事情搞笑 我畫 我找一個第二隻顏色 畫多個 給你們看 找一隻藍色 搶眼一點 還有要小心留意 就是說這裡我用藍色 為什麼我會加這些顏色呢 因為講緊還有 你不要想著那些巴巴 你不要想著那個站已經是成功爭取保留 因為有部分的線 那個站位你會安排在藍色這個範圍那裏 也就是說 其實下一張會看得清楚些 其實這裡就已經比較清楚些大家看到了 現在我游了一個車位 這裡接著兩個 三個 四個 下面還有 其實等於來到這裡 五六七 只有七個位 但問題來了 這裡是什麼地方 尼敦道 九龍宮遠徑 就是各位市民 各位市民 麻煩你請移玉報 到文化中心才有車乘 哦 應該這樣說 公道一點 大家如果整個大環境 整個大環境 其實就是 由 把落客站搬到文化中心 現在 大家看到 剛剛我再圈 就是這三個位 最後那三個位 就是所有線到客站 搬到後面 然後前面這裡 就是逐條線這樣擺 是的 但是剛才之前 我們去到巴士總站 這一板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拍位 那七個拍位 到底是放什麼線呢 根據他早前那個 上領遊天王區議會 那份文件 就包括 五號 五號A 五號C 就是佔領了 不如我們看看圖 我現在給大家 剛剛說了三個 五號A 沒有C就是這裡 然後 旁邊這裡 就是七號八號 七號八號 九號 九號不是放這邊 七號八號 接著這裡八號八號A 八號 二號 那其他 九號 一號 六號 二三四X的中途站 二十八號 二十八的來回兩個中途站 放在哪裡 就是放了出去 剛才文化中心出面 問題就是說 剛剛我們也說過 政府其實六月的時候 透過油尖王區議會 拿了這個設計 就拿上去油尖王區議會 我們也是從區議會的網站 我們拿了那些資料 我們跟市民也有一個溝通 市民的意見就是說 我巴士站的範圍就是 現在那裡 做什麼要我走去文化中心呢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要走 由這個現時 一到巴士 就已經走到碼頭 走五米左右 就已經走到碼頭 入閘了嘛 就是那個建築裡面 那個入口 但是現在 要我從五米 與二百米比較 就是文化中心 最後的位置 四十倍 走多四十倍 大哥 四十倍 你叫那些人 每天走走很健康 日日運動身體好啊 鄭宇 都不緊要啊 鄭宇華局長 你還可以走啊 日日運動身體好啊 鄭局長 你先拿什麼身形 Marco 你先拿什麼身形 好敢大份 劉沙鴻啊 你厲害一點他的演技 我厲害一點 又就是這樣 他說由尖東走去碼頭很舒服 現在走遠一點 現在走多少 走少八成了 算了 收貨啦 這樣又不行啊 太熱了 你知不知道那條街啊 露天的 沒有遮掩頭 你要我走 但是天使這樣走 落著雨這樣走怎麼走啊 其實最大的問題 要人多走200米 就是無緣無故 那裡就是 多了一群人去聚集下去啊 那好吧 然後你前面本來這個 所謂的廣場這個area 去分證圖啊 就是他希望說 建廣場這個啡色這個area呢 喂 大佬 你是不是真的有一個 迫切性一定要這樣興建呢 你就算說 行人路不足夠某些地段 都可能是大家在說的 只不過是碼頭 剛剛對出這個小小的空間而已 你擴闊多一條行人路都可以了 已經搞定了 你還沒快那段的嘛 喂 為什麼要這麼大地方啊 你巴士線還沒進到回來 你記住巴士總站很簡單的 你巴士線你現在還要多放五條線 我們剛才數的 五條線放出去 喂 大佬 你五條線的乘客受影響什麼線來的 一號 九號 九號的小人大是哪個事實 一號 六號 六號現在是原本六號A的連結 不過合併了 我當你一條線 六號大線來的 大佬 嘩 兩條線 喂 大佬 你這樣叫人走到這麼遠 一號A呢 嘩 喂 嘩 多少市民受影響 喂 你巴士總站是不是設計 應該給別人 好 問題是 前兩集我們講過什麼呢 你不在這裡 我們講過露天廣場設計比賽 拆那個得獎者 或者建築師學會那邊說什麼 得物無所用 得物無所用 是啊 連個建築師自己都這樣說 好笑 好啊 你現在 剩下 叫做 我當一半 沒有一半 現在是六四 六四事件 你知道嗎 還有 現在原來新政府總部 我現在才在意 原來一看來九龍 原來就是看來尖馬 不要緊 最要命的就是 好了 設計比賽的作品 你又用不到 又重新來過了 你巴士站 你又要刻意 砍車 出去 出去 好了 我會有一個疑問 北極營 還搞來做什麼呢 為什麼不乾脆 你又要我們 繼續浪費多兩個月時間 去跟你搞這一次的刊憲 他最賤的一件事 我真的用賤來形容 是 拘選報名下個星期就開始了 是啊 接著到11月6日選舉 嗯 他剛剛好就是星期五刊憲 接著到11月8日就結束 但是 那是否叫些拘選候選人幫不到我們呢 喇 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賤 賤到怎樣呢 喇 市錦迪 我都不怕爆料 都不是什麼爆的 其實呢 去尤尖旺區議會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了 他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的內容 我們也是當面 跟這個 有關的官員 有關的官員 我不開名了 算了 已經表明 很清楚的 當面的面 面對面 說明的一件事 這個計劃 我們是不收貨的 為什麼 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先不說 一些歷史的事情 是啊 我們先不說 只是說巴士立客的權益 你都搞不定 的士乘客的權益 更加搞不定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當時我們已經很清楚 說明 這裡 我們已經知道 心裡有數 因為我們花了三年時間 做了很多研究 又計算過車樓 又計算過人樓 我們已經很清楚知道 這個 現在最新方案的空間 是根本不足以容納 我們把車樓 和人樓需要 已經 我們將市民 他們的期望 先行 擺在一旁 我們已經說明 在這樣的條件下 我們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接受 我們當時已經很清楚 說明 我們建議 你作出一些修改 看看還有什麼可以收拾 跟官員說 我相信應該有政府新聞處的事情 甚至可能那位官員自己一看 都遇到我們這個星期 一定會爆發的 我真的跟你說 我們肯坐下來和你們談 是因為我們覺得 希望可以很和平解決這件事 也不想像什麼 皇后天星那時候 大家要爬頂到最後一刻去拿彩 我們不想這樣做 不過如果你要逼到我們這樣做 我告訴你我一定可以更加早做了 我們更加早就已經做了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如果你想 是你沒有面子的 你一定會沒有面子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不作出修改 做回好件事 我們給了你 我們亦都給了報告 研究報告你 還有最近你們 現在政府最近已經開了 剛剛說遠一點 紅磡過尖沙咀那條行人路 那段厲害 已經開了 你們都承認是想搞旅遊 為什麼你們不肯按我們的要求 搬過去紅磡 問題是說 我們去年12月22日 即去年的那次刊憲 GN6608的那次 我們已經很清楚 我們將整個解決方案 包括什麼呢 無獨有偶地 在說我們提議 不如開放天星碼頭的天台 是不是 無獨有偶地 一個偶然 好了 然後巴士總集 你新的 起了出來 不要浪費了 拿來拍旅遊巴 是不是 露天廣場你要繼續起的 就是那個紅磡被子 現在搞到什麼事呢 搞到紅磡先做不住 天星大家都知道 四月好嘛 我三月三十一日晚 特地在上海說回來送殯 我特地要提早 我提早幾班機 不是我在上海玩了幾個小時 然後 好了 回來 大家看到 那晚多少人是來送天星小律 我也送的 然後發生的事 還有是什麼 那塊地 荒廢了那麼久 然後你就不善用了去 那裡你去建 你現在又有條路走過去 旅遊巴過去 五分鐘就已經搞定了 在尖東 喂 大哥 那裡看煙花 你自己都認了一流 你建那條路 你認了一流 所以 我們不是沒有給你解決方案 我們是有了 alternative suggestion 我們不是只有一個反字 還有記住 不要想著 你現在想著 放這種風 說什麼 巴士總集評級 我告訴你 你評不了 但是記住 聯合國已經關注這件事 好了 還有一件事 科文組織 我們已經是去河內 已經說了一次 如果你們都是堅持 明幻不靈的 我們不排除 真的我會 我會 到聯合國去申訴 因為還有一件事 在去年我們去提交報告時候 我們已經很清楚說了 整個露天廣場計劃 除了是UNESCO方面的問題 我們當時都很清楚說過一個項目 整個項目 是制裁了旅遊業可持續發展憲章 這個是我們有不排除可以做的第二個申訴 再者就是說 你現在露天廣場只剩六成的空間 問題是說 你還打算擺佈什麼 古董巴士 古董巴士 那輛是什麼金屬後造的 那輛是鐵的 鐵的 古董巴士 鐵的放在海邊 車行走 售潮 你也懂得說 售潮在海邊那裡 你那一刻的火車 現在你根本上是放了十年 被人扔進去 是做了什麼 物館 什麼物館 是放在垃圾車的牆旁邊 那麼多 好啦 就是這樣說 你只放了一架古董巴士在海邊 我就不如這樣 我有五十幾六十架古董巴士在那裡 London Transport Museum 去年做九千萬生意 那個 那個 不是那個已經後五萬了 不是講以後話 已經問題在於什麼 喂大哥 明明那個人生歐歐活化 現在還假借保育之名 想在這裏擺一架舊火 去擺一架舊巴士 這樣就叫做 哇 這樣就叫做懷疑 做樣子 這樣叫做保育 做樣子 大哥 喂 你還要呢 那些瘋得好像想買一架天星上來 會說 哇 天星不是過 那些事情很簡單 那些官員很強調一件事 那一架古董巴士是做什麼 走得的 明明是一個走得的東西 你硬要它吐死了在那裡 真的叫做什麼 還要找個膠粒粒住它 膠粒粒住 那些人不能捨得去 是 好像我們 真做財力處 不是啊 看過 不行 好像我們家裡 放個膠粒 巴士模型 哈哈哈哈 厲害 一比一模型 大哥 一比一模型 喂 不是這樣做事 善意 我們就給了你 對了 你現在呢 就是這樣 就是 與民為敵 真任權你剩下幾個月 就是不排除 可能是不是要找唐唐 或者找鎮英哥 或者找范坦 找葉劉談談 對呀 就是 是不是臨你 還要背負著一個 遷冊罪人這個罪名呢 阿曾sir 你想想自己 阿sir sir 當都真 當都真 大哥 你中環天星 本來其實香港人很支持你的 雖然不是我們選了出來 OK 但是至少 你最初都沒有面目 你記不記得你當年 為何會突然之間民望急決 就是因為中環天星這件事 你是不是要繼續在餘下任期的幾個月裡面 繼續做這個罪人 繼續做這個殺手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一個 所謂 有一個叫Wikileaks 對不對 是啊 我們坦白說 要逼我們做Wikileaks 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你說 在這個程序上 現在看了獻有沒有收回 是有得收回的 政府可以不做那個工程 你可以再reannounce出來 是withdraw這個Gaset 因為你現在的萬三豐 第二次看獻你都沒有回覆 那 就說收到 你通電郵 那 即是一件事 今次 今次這次的看獻 即是姑且叫做Wikileaks 尖馬Wikileaks OK 你已經在今次的看獻 5362這一次的看獻裡面 已經寫到明 整個看獻是基於09年的3466 3466 然後10年的6608 你是基於這兩次 好了 3466你解決了 6602你未解決完 6608你未解決完的時候 這個是否一個合法 或者是一個合理的 一個看獻程序 這個 真的一個 溫馨提示 這次 小心處理 即是我們 不想狠狠出手 因為拘損 都是一個 可以好好運用的平台 去大反突反的 你要記住 不要以為我們 私民 我們是因為 不想你出事 但是如果你堅持 是不聽的 要出事的 這個事一定會出 又或者 叫做這樣說 就是 既然我們伸出 善意之手的時候 而說 你又真是 一個很粗俗的說法 當我們 臭死的時候 要反起來 我們是可以非常之 不給面 那 因為其實接下來這幾個星期 我們都會 將整件事 慢慢再探討一次 給大家看 因為今天的時間 又有限 首先要多謝 媽媽 今天上來 不敢當 不敢當 到底 接下來 你八個星期 不是 這十個星期 兩個月 我們要怎樣去做 真是希望大家密切留意著 我們 尖前故後 還有在 各個網上平台 所發布的消息 今次是 再一次很需要 各位市民大眾的支持 沒錯 下集見 拜拜 拜拜